如果說你覺得哎呦很受邀 我今天真的是那個不釋放 這個 也許孩子惹你生氣 還是婆婆跟你這兩天關係不太好 所以呢 雖然你也想要享受主 可是呢 心裡有一點故事 有一點故事就是疙瘩過不去 這時候怎麼辦 所以導讀主化之前 最好先呼求主 噢 主耶穌 噢 主耶穌 噢 主耶穌 真的喊 真的從心裡啊 向主上來接觸主 那個早上我聽到誰啊 一個姊妹說 他們在學校裡去 在這個接觸人 然後後面就說 我們一起來不久 他也喊 主耶穌 主耶穌 有口無心了 沒有用 那有的就很認真 願意跟 噢 主耶穌 就這樣子簡單的不求主 但是呢 有一些故事 你可能需要向主討告 主啊 赦免我的罪 主啊 赦免我的軟弱 我就跟我婆婆的思上 主耶穌啊 真是求你赦免我的怜悯 我 簡單的把自己真誠的向主打開 你就會發現啊 你的心轉向主 怕子就出去了 Amen 你願意這樣子敞開的時候 你就發覺你的胃口有病 然後你再來接觸主的話 Amen 然後導讀的時候要認真 說我一定要得主 有的時候啊 心思就是一直嚼勞我們 或是我們導讀導讀啊 突然想起來 對了 今天那件事情一定要記得去做 千萬不要忘記 Amen 不會不會 我們現在導讀 現在導讀 主耶穌 耶穌說 耶穌回答說 不對 昨天我那個兒子 他那個功課好像沒做啊 不對 導讀導讀 耶穌回答說 耶穌 不對 今天要做那個什麼菜 我 我不是表演給你看講笑話 這是我啦 我也是這樣子 常常會這樣 耶 導讀的時候啊 撒旦就來攪擾 所以你喔 下定決心 現在 撒旦 對不起 我在導讀 阿men 不要來打擾我 阿men 好好的導讀啊 有話等一下再說 阿men 認真的導讀 聖經都是神的呼出 阿men 都是神的呼出 阿men 好好的導讀 認真的導讀 你就會發覺你會摸著 就像打水 打井一樣的 有水就被你打出來了 導讀的時候啊 像他們剛才示範的 就是你不要先想 耶穌回答說 耶穌你為什麼不回答別的 心裡在想別的東西 你不要想那麼多 叫導讀 耶穌回答說 主啊 你回答說 主耶穌 耶穌回答說 就這樣子簡短的導讀 導讀導讀啊很奇怪 這個話啊 它就 就在你裡面 以前說沒有看見 阿men 不是說你不要用心思 去思想它 但是你導讀導讀 慢慢的 就是我們要從口開 口纖開 然後呢經過我們的心 然後會到零 不是說你心思完全不用 不可能嘛 你當然也要用心思 但是你不要去想要去了解它 想要去解釋它 你先只是來導讀它 然後呢 漸漸的你就進到靈裡 到靈裡摸著了以後 就會有光 就會有一點這個開啟 就會有一點的靈感 最後呢 甚至它更結實的成了一種啟示 Amen 過去你在這個世上 從來沒有看見 但是今天你導讀啊 嘿 發出光來 Amen 神的話發出光來 就使愚人通達 神的話成了我們腳前的 在路上的光 你導讀導讀你發現 哎呀 原來我的教會生活 我過去這樣過 好像不夠充實耶 今天主的話告訴我 我需要享受祂的話 我以前對這個話都不夠看重 你在導讀的時候啊 可是主就給我們光 因為我們心思給我們靈感 所以等一下我們導讀導完完以後 我們分小組小組導讀 導讀完以後啊 每個人分享一點 你有什麼跟我做 Amen 說我不會分享 沒有關係 你只要講一句話就可以了 我今天才發覺 主的話對我們真的很重要 Amen 或者你說 我今天導讀了這個話 我才曉得 原來人活的不是只靠食物 Amen 這是美食主義啊 是 今天主的話告訴我 我還需要看重主的話 Amen 就講這兩句話就好了 就你導讀的時候 你摸著什麼 這你要分享一下 Amen 還有最後啊 導讀完之後 你要是可以就把它背起來 我是覺得啊 背主的話非常的重要 Amen 我們就溜過去啊 我背一節聖經給你 這節聖經真的很難啊 他說啊 那吩咐光從黑暗中照出來的神 已經照在我們心裡 為著光照人 叫人認識 那顯在耶穌基督面上之神的榮耀 Amen 我背完了 你也聽不懂 這不要再講什麼 看以前我也不懂他在講什麼 但是有一天 我們誠心聖靈裡面有這一節 我就把它導讀到 就把它背起來 這個導讀到背起來 我們發言這句話 對我就有一點的開啟 Amen 如果說我們導讀完就放你 導讀完就放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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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經過了365天 好像 好像有 又好像可以 確定什麼 如果你可以最好把它背起來 Amen 你現在早上誠心時間不夠 你可以在路上的時候背 到了辦公室的時候早一點 一定會背 回家路上背 炒菜的時候背 什麼時候都可以背 背上主的話 對你是很有幫助的 Amen 好 那我們現在 就來分組好不好 我們分組就是 你們都有分那個大組 三個大組 那三個大組的十幾個 那你就三個人或者四個人 一個小組來導讀 好不好 那 我們這裡有幾數個細節喔 基本給你來分好不好 來分析 我們會做的 我們會這樣 我們會這樣做 再次我們會這樣做 封擔心